我要開始對自己好一點 因為我發現除了我自己的臭皮囊 沒有其他人會跟我長相施首 還有兩天就是中秋節 我剛剛一個人在這裡過了我的55歲生日 我終於想通了 我不再追求千里共蟬鵌 也不再追求人如兩團圓 我借上一個人喜舞龍清凝 一個人過好我的生活 我現在獨自在陌生的小島過了一個星期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我每日的生活 這間屋是一間私人的度假屋 大家想詳細了解的話 看回我另一條片 我關上房門 好太陽 我每天在這裡拿了鎖匙 我每天都在這間屋生活 聽一下海浪 看下星星 夜晚 逛逛沙灘 現在帶大家去走一個 我樓下私人的沙灘 我黑熱地關了電話 因為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和自己過生日 第一次自己一個人過中秋 如果早幾年的話 我用這間小屋 度假屋 我就會叫很多朋友過來跟我一起過的 一個人這樣在這間度假屋裡生活 過節每逢佳節配私親 如果我一個人在這裏過的話 我就覺得是生命對我最大的懲罰 孤獨是可恥的 借我是傷心的 沒有說一個星期 住一天我都會叫悶 我已經沒有主動邀約其他人 跟我一起來 親朋戚友來這裏過節 和和我慶祝生日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我想 是因為我想培養自己孤獨的情操 我在香港大學那時主修的是摺學系 最喜歡的摺學大師 就是孤獨大師叔本華 他孤獨一生 並不以此為此欲 他歌頌孤獨 愛自由者也愛孤獨 終極的自由自在 他只可以在孤獨中間實現 一個人要不就孤獨 要不就容俗 這個和中國傳統的 團圓的觀念很不同 這個已經來到沙灘了 歡迎來到一個人的世界 這個沙灘是一個無人沙灘 一個無名沙灘 很近我住的這間度假屋 我度假屋就在上面 說回來 蘇波華的思想 其實和中國傳統的思想很不同 中國傳統就是團圓的思想 團團圓圓 才是最美好的人生的境界 人有悲歡離合 人欲有恩情緣絕 此事古難傳 即是說 完全的 一個完美的境界 就是人與兩團圓 齊齊整整 我們中文叫做 這是中國人心目中 最美好的人間事情 不過大家有沒有想過 少得波特射了 如有恩情緣絕 大自然的虧率 大自然的虧率 就是要令我們失望 你看到月光都會不停的 沒有永遠的團圓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要追求 一個得不到的東西 追求一種得不到的痛苦 初初我來到這個島仔的時候 沒有人跟我聊天 沒有人跟我吃飯 沒有人跟我一起走沙灘 沒有人跟我一起 晚上看星星 你可能會覺得 好悶 好孤獨 不過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 你一個人在這裏走沙灘 自己一個人在這裏玩的時候 你不需要應酬其他人 不需要揣搓 他想些什麼 或者是將就他吃 他想吃的東西 是另一種境界來的 慢慢你會體會到 孤獨是高尚的 獨處是 極度自由的境界 寂寞才是自在 完全的一個人 才可以放空 年輕的時候 老老實實 我都經歷過那個階段 獨處是可恥的 陪伴是最重要的 無論是陪伴家人也好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情人 或者是寵物也好 都是缺一不可的 因為人畢竟都是社群的動物 樂樂樂是 新相知 聯鳳和名 心心相印 金風玉露一相逢 變性卻人間無數 你看到全都是歌頌 一起呀 相處呀 是很開心浪漫的 我不否認這件事 中年的時候 就奔波奴隸 穿梭 世界各地 都是為了見上 至親或者至愛一面 現在看回 舊照片 那時的家 我家 上面有長老 就是我婆婆 臭大我的婆婆 小朋友剛出生 我的侄仔表弟 全部都剛出生 一家團園 樂樂融融 是全家最齊齊整整 最開心的時候 是最好來的 今年我55歲 現在就是看回 無論我的愛有多深厚 要離開的 都是要離開 無論我的感情有多澎湃 世事並不會因為這樣而改變 而且我發現 我投資的感情越多 越深的話 我的傷痛是越重 就是跟你買股票 買債券 都是一樣的 你投資越大 你得到的損害 或者傷痛是越大的 慢慢呢 我開始 就是跟我投資一樣 收薑了 我就不會買 買寵柱 一個產品 買寵柱 在人的陪伴裡 因為那個傷痛實在太深了 太痛了 世事 就沒有永恆的 所有的愛人 都會一一離我們而去 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卑莫卑 新離別 人到終年 就萬事哀 終之 我都走到 仿客伴為鬼的年紀 因為今次我看回 我剛剛做了手術 我看回我的保險單 我受了人 五個 已經死了四個 我都被迫 要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我陪伴的對象 慢慢呢 由家人 因為我最重視家人 由家人 慢慢變成 我自己 自己一個人 沒有辦法的 這個真的 我開始和自己妥協 特別是今次 因為我做了手術之後 我長期要在家裡養病 我要開始對自己好一點 因為我發現除了我自己的臭皮囊 沒有其他人會和我長相私手 任何人都沒有 所以我決定獎勵一下這個臭皮囊 我便帶她來這間度假屋 享受一下 一個人的時間 一個人的旅行 這間度假屋 就是我香港大學的師姐 她借給我的 每天就睡到自然醒 然後呢 就來這個山灘道 走一走 然後呢 我就走後面那條山路 走到這個島的最南邊 在下午吃完飯之後 我又回來要睡覺 然後呢 就去黃昏的時候 因為夏天太熱了 這裡 黃昏的時候 走到島的最北邊 看日落 晨運之後呢 我就去長洲的市區 吃完早餐 就在這個沙灘裡 撿一下背殼 聽一下這些海浪的聲音 吹一下海風 炸太陽 在這裡吃東西 一個人的選擇少些 因為長洲這裡 大部分海鮮街的餐廳 都是套餐來的 二人起跳 188元或者200元 那它就沒有 沒有什麼一人的套餐 除非在那些行裡 即是本地人的那些餐廳 茶餐廳 就是一人的套餐 所以通常我都要找一些本地人的餐廳 所以通常我都要找一些本地人的餐廳 找一些小孩子玩沙 看看海浪 嘩 嘩 這裡是勃仔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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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為誰亡 究竟為了甚麼呢 現在想想 因為在這裏有機會 我慢慢靜下來 聆聽自己的心跳 看看自己沙灘上的足印 突然間 我覺得自己好像浪漫了 我覺得自己 一個人有型了 而是享受這種 獨處是一種很型的事 我更加 我童年時候的偶像 其實這裏的消費都不貴 一個午餐 一個早餐就是 三十多元 喝東西 一個午餐兩餐飯就是 五十五元左右 或者在茶餐廳吃一個套餐 都是五六十元 不過它比市區貴少少 始終長州甚麼都要換進來 晚餐就是六七十元 買個甜品就是二十多三十元 一天二百元便能夠 不過當然要搞定了 最重要是住屋 還是一個這麼漂亮的環境 住屋 它在沙灘上面 每天走這條路 我由市區要走這條斜路 上回山頂道的這間大屋 我突然想起了 山毛 如果大家喜歡看山毛的小說的話 你知道 它後來離開薩卡拉沙漠之後 它和河西去了Gran Canaria Island 這個島是大西洋裏面 以前是西班牙的熟土 它的小島有很多斜路 我去了那裏 我特意去了山毛的高居 因為我是它的粉絲 這裏就是山毛和河西 最後度過一些很幸福日子的地方 這條街 Lopatiwaga 就是他們的家 這裏下去 就是一個沙灘 當年山毛寫了一些文章 就是寫這個地方 譬如有一篇文叫做 我們去找金蘋果 河西 聽聽這一段 遠在普希臘行優詩人的一個城 終於到了這個沙灘 這個沙灘 這個沙灘就是山毛 以前每一天在這補石仔的沙灘 它覺得這裏日子很幸福 因為沒有人打架它 很安靜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個石灘就是山毛 最後和河西度過日子走的沙灘 石灘 當年它就是在這裏 每天來這裏撿一些石仔 它已經覺得很幸福 很平淡的日子 它的屋子就在上面 距離這裏三四百米左右 這個斜坡上去 是三號屋 對 多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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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但是之前 我沒有認識她 是真可愛的女的 是的 和尔子死在這裡 對 我沒有認識 它每天就在那裏 逛沙灘 收拾石頭 過一些很寧靜的生活 當然它身邊有河西 這個是它很幸福的時光 不過現在回頭,三毛未必是這麼灑脫 不像小說中寫得這麼灑脫 因為河西潛水,你知道河西在Gran Canaria 那個島仔潛水時死了 而三毛就發瘋了,因為中間是失常 他又不肯吃飯,抱著屍體,哭到屍體 他自己說的,流血的眼淚出來 即是河西的屍體 後來他父母怕他瘋了,強行帶他回台灣 最後他自殺身亡 我覺得他想不通,如果我是三毛的話 我就不會自殺身亡 自己繼續收拾背殼,收拾石頭 老公死了,自己玩潛水 也不用自殺 自殺是一個很愚蠢的事情 所以獨處除了需要這種智慧 即是積極向上,這種是智慧 你也需要勇氣 這種勇氣就是一個人 夠膽住在荒山野嶺 住一個星期 關了個電話 這裡附近是沒有店 晚上是沒有燈的 一間小屋,這個方圓幾百米就是這樣 喵 你喵都沒有人聽到你 即是少一點勇氣都不可以 這件事不關三毛事 又不關叔本華的事 這關什麼呢? 關這個的福 即是那本 老奔頌飄流記的事 我多謝我老爸 我在小學的時候 小四、小五 他就買了老奔頌飄流記給我看 這個是我童年最好的朋友 就是Mr.Robinson 是的 老奔頌是我的偶像 我看了很多次 我到貝如流 他教給我的最重要的是勇氣 他是英國人 他們最重視就是 一定要勇氣 沒有害怕自己一個人 在一個小島上生存下來 老奔頌在一個小島上生存了二十多年 他變成一個島主 然後在上面耕田 自己種椅子 把椅子放在房東 這些過程我全部都記得 我自己都想成為老奔頌 所以我不怕一個人住在這裡 老奔頌一個人住了二十多年 我在這裡一個星期而已 怕什麼 所以呢 因為有了老奔頌 我才有勇氣 自己在這裡獨處 自己一個在這裡住 而且我自己一個在這裡住 心情很愉快 好享受自己孤獨一個人 這個要學習的 這個不是天生的 人天生是社群的動物來的 你要享受自己的獨處 你需要學習的 你這時候是看 書本華 或者看 魯斌頌漂流記這些偉大的作品 你慢慢會知道 這是一種高尚的情操來的 你和自己獨處 因為靠別人 靠任何人 你最愛的人 或者最愛的人 都靠不住 因為最後 祂會離開你 自己主動離開你 或者被動地離開你 主動離開你 就是祂跟你divorce 或者跟你斷著關係 跟你bred up 被動離開你 就是祂被上帝重召 這是最慘的 祂不想離開你 你又不想離開祂 大家都是相親相愛的 最後祂被動地離開你 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新離別 死離別 無論是生的 或者是死的 無論是有權關係 或者是沒有權關係 無論是最愛你的父母 婆婆爺爺 或者你最愛的子女 兄弟姊妹 你最愛的外人 或者是舅父 阿叔 姑婆 姑姐 叔婆 所有人 最後一個 兩個 三個 都會離你而去 或者你離他們而去 但願人長狗 這是蘇東波給人類的 Wishful thinking Wishful thinking 就是良好的願望 是的 我們有這種良好的願望 我覺得是OK的 不過你要看清楚這個本質 這是一個願望 不是事實 殘酷的事實是 人類是很短命的動物 只有幾十年 沒有長狗的 人不得長狗的 但願人長狗是假的 騙鬼你的 除了你自己 沒有人可以真正陪伴你一輩子 所以你對自己臭皮糧好些 真正意義的陪伴 只有你自己一個 送多幾句 很喜歡的叔本 告訴你 沒有相當程度的孤獨 是不可能有淚心的平和 一個人只要在獨處的時候 才能成為自己 誰要是不喜歡獨處 他就不愛自由 因為只有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自由 最後說回自己的體會 陪伴是優惠 有人陪伴 都是開心的 很甜蜜的事情 不過如果沒有這個優惠 我都不會發瘋 因為我還有Basic Salary 就是這個 永遠不離不棄的自己 我們在陪伴中很容易微失自己 只有在絕對的自由自在中 才找回自己 愛上自己 愛上獨處 這才是終身的浪漫 這句話 就不是叔本華說的 這句話是另外一個很喜歡的 Irish的詩人 Oscar Weil說的 祝你早日找到自我 找到快樂和自由的方向 拜拜 我怎樣可以實現拍攝的自由 就全部靠我這個朋友號 見不見到 這部Hover的朋友號 他會跟著我的 這麼乖的 這麼聽話的朋友 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回我下面的連接 就可以用我的得價買到這一部 它不是空拍機 它是一個傻瓜機來的 不需要任何的控制 它都會跟著你走的 轉彎都可以的 我示範一次 我現在轉彎了 唉 它就跟回我走的了 要買的話 按回下面的連接 用我的這個Password 我有一個優惠碼 大家用我的優惠碼 就可以買到這一部 朋友號 你去哪裏 旅行 一個人的獨處 就沒那麼悶 魯賓信也有個籃球 這個Custaway裡面 也有個籃球 魯賓信也有個Friday 我呢 還有這一部Hover的航拍機 接下來就是中秋 今年呢 我們繼續和這個 有七十年歷史的 這個蛋蛋麵的名牌店 詠麗媛合作做這個 黃皮的月餅 我想你其他月餅吃得多 黃皮月餅應該是很少見到 這個是 我是故意去了參觀 去這個廣東的屈南縣 它是唯一一個地方 廣東省產到這個無核的 是有果香的黃皮 對身體健康相當有益 它也是不含普通的蔗糖 很低糖的一個健康的月餅 大家去試一試 去網站訂購 祝大家中秋節 預祝大家中秋節 快樂 拜拜 快樂